他喜欢中国的国粹金句 也会沉醉于飘香的中国茶 他旗下的船只遍布世界各地 他就是希腊著名的大船东 艾王盖洛斯·杭哥·拉克斯先生 正是航运业将这位大船东和中国 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他的家乡 许多人都到过中国 他们可以说出上海 大连 秦皇岛等许多中国港口的名字 艾王盖洛斯先生 甚至还记得童年时代 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消息 爱王盖洛斯先生对中国的关注 有着由来已久的热情 当其公司在中国定造的第一艘船的下水仪式上 艾王盖洛斯先生 携家族主要成员都清理了活动现场 他还将这艘明星船命名为 而其在古希腊语中 正是指代中国和希腊的灿烂文明 海洋贸易让艾王盖洛斯先生和中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为了庆祝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艾王盖洛斯先生特地创作了一首古希腊语的北京奥运颂歌 一度在两国的体育界和政界传为家坊 诗中写道 这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 终于降临到这片土地 也为整个世界点燃了和平的火种 北京伟大的城市 承载着历史 宣扬着荣耀的城市 住着来自奥林匹亚的火焰 成为大地全新的中心 为世界带去着和平的光亮 我再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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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去